200台无人机黑夜中升空 点点光芒排列出Welcome to高雄 就是为了迎接邮轮名胜世界一号 那昨天大概有签名的这个邮轮客 也为我们高雄带来了1200万的观光产值 运载千人邮轮客到港 邮轮年正式启动 今年度预报到靠高雄港会达122艘次 入境旅客光每一人就能创造1万新台币的观光材 跨境旅游热潮持续加温 但国内观光饭店最担心的劳动力不足 无法应付大批旅客上门 因为像饭店业 餐饮业 旅游修行观光业 都是比较属于劳力密集的行业 求业求职人员 对 不一定会遥往这个业态去走 行完以后这个大家为了生存都会找出路 从事观光业的就有很多人是转到这个外送平台去 说游览车的司机啊 那有些就转到这个开货车 短时间内看不到人力增补的曙光 只能期盼劳动力不足钱 跨境观光商机可别又讲文 环宇新闻林薇凯 李洛彤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